从出身说 吕布是冰州人 所以一开始在冰州刺史丁元手下 后来丁元被调到朝廷担任萧綦位 吕布也跟随丁元到了洛阳 董卓到洛阳并控制洛阳后 因为费力皇帝的争议 董卓杀了丁元 吕布才正式投到董卓门下 之后 吕布参加了董卓抵御关东诸侯讨伐的战争 后来又随董卓到了长安 在长安期间 吕布被同为冰州人的王允策反 参加了诛杀董卓的行动 并且是给了董卓最后致命一击的人 董卓死后 吕布又协助吕布控制长安局势 试图恢复稳定 但是王允自己处置失当 反复错过了一些机会 才让本来已经六神无主 准备四散逃亡的梁州军 又被李雀郭四团聚起来了 让董卓之乱的余序延续了几年 董卓死的时候 梁州军分为几个分支 一支由李雀郭四率领 在关东地区掠地 纵横驰骋 一支相当于董卓的剑卫军 跟随董卓在梅雾 其余部分分散驻守在关中长安周围地区 董卓死后 王允派声明久驻的速将黄辅松 到梅雾去带领董卓余部 派李肃以照命到陕州 去诛杀负责统帅关东梁州军的牛辅 结果李肃处事不密 被牛辅击败 之后不久 军中夜惊 牛辅自己也弃军逃走了 半路上被手下杀死 牛辅死后 牛辅原来下属的将领李雀 郭四和张继还在关东 这时候就人心惶惶 不知所措了 因为他们作为董卓余党 参加了董卓劫迁朝 焚毁洛阳等罪恶累累的行动 当然都是有罪的 如果朝廷追究 他们都可以诛九族 所以他们这时候 不知道朝廷要怎么处置他们 究竟给不给他们出路 当时散布在关中各地的 梁州各军这时候的情况和 李雀 郭四 张继的情况也差不多 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都在等着朝廷给他们 出台一个统一的政策 看能否给他们一个出路 所以有人建议王允 应该以朝廷的名义宣布 大赦天下 赦免梁州军的罪行 以安人心 避免他们走投无路 铤而走险 但王允拒绝了这个建议 王允的理由有两条 看起来都是冠冕堂皇的 第一条是一年之内不能大赦两次 第二条是本来他们没有什么罪行 现在特意宣布赦免他们 等于公开宣布他们有罪 梁州军会更加人心惶惧 这两个理由都没有问题 但从政治操作来说 就显得很幼稚了 宣布你有罪 但是我赦免你 这是对他们有恩 是可以收买人心的做法 他却不肯 而且梁州军自己也知道罪孽深重 并不会因为你不宣布他们有罪 他们就能够把心放进肚子里 因为主持朱砂董卓的王允是冰州人 亲自动手的吕固也是冰州人 所以这时候梁州军中就有小道消息说 冰州人要杀光在关中和关东的梁州人 他们都没有出路了 结果当然是 这些人更加感到害怕了 当然就有了反对王允和吕固的意图 李雀 郭四 张继走投无路的时候 被称为三国第一毒事的贾许出场了 贾许给他们出主意说 如果他们离开军队潜逃 路途遥远 一旦被发现 一个县位就可以抓住他们 所以他们不应该离开军队 而应该和军队一起行动 至于行动的方向 贾许认为反正现在已经没有出路了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放手一搏 率军回到关中 围攻长安 侥幸一城 说不定还有生路 贾许的意见当然没有问题 牛府弃军逃走 半路上就轻而易举的被人杀死了 所以李雀 郭四认为 贾许的意见有道理 就率军从关东返回关中 沿途蒸发老百姓为兵 到关中以后 原来散布关中各地的梁州军 在樊仇 李蒙 王芳等人率领下 也纷纷服从 跟着李雀 郭四一起 以为董卓报仇的名义 为攻长安 这时 李雀 郭四手下的军队 已经多达十多万人 这时候的李雀 郭四进攻长安 当然是试探性的 如果发现长安城防坚固 无系可趁 他们自然就会解媒撤退 继续往梁州方向后撤 但是因为城内守军中 也有一部分没有得到赦免的梁州军 也怕万一梁州军退走了 他们还是免不了被秋后算账 所以他们干脆打开城门 把李雀 郭四的军队放进了长安 吕布看大势已去 自己也无力回天 只好率领百鱼齐突围 往淮南去投奔袁术 临走前 他还特意去找王允和他一起逃走 但是王允认为自己不能抛弃皇帝 不管 要和皇帝生死与共 就没一起突围 后来被李雀 郭四所杀 而吕布出了长安之后 往东南方向 出了武关 先到了濮阳 又偷袭了衍州 被曹操击败后 又转投徐州刘备 趁刘备不被偷袭徐州得手 一度占领了徐州 最后被曹操消灭 从这个角度说 长安沦陷于吕布 实际上关系并不太大 主要是王允的政策失败 相反 吕布在李雀 郭四围城之后 还在城上对郭四提出要求 一对一单挑决定胜负 结果郭四不敌 被吕布刺中受伤 只是被部下救走了而已 如果王允政策得当 能够妥善处置董卓死后 留在关中和关东的军队 局势也还不至于继续恶化 从董卓之乱开始后 关东诸侯风起已经难以逆转 即便是王允能够在诛杀 董卓之后稳定局势 短期内也是难以迅速平息 已经割据称雄的关东诸侯的 但是反过来看 如果王允的善后政策 能够更加妥善一些 虽然回升还谈不上 但是指爹还是可以做到的 先稳定关中局面 再逐步平定关东诸侯 东汉也还是可以延续的 如果王允能够做到 东汉就可以维持一个 类似安史之乱之后的 唐朝的局面 朝廷和藩镇之间形成平衡 单个藩镇的势力 不足以吞并其他藩镇 也就不会危及朝廷生存 可以说 董卓死后 是东汉唯一一次 可以止跌的机会 在这个机会失去之后 李雀郭四挟持朝廷 就完全没有任何机会 再把局面稳定下来 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 王允错失了东汉朝廷重新振作的 最后一个机会